各位要回想一下 剛剛鳳鑫講那個是有時間序 而且賴清德 是點點吃三碗公盤 你們大家覺得六千塊 跟鄭文棧很好 本來就不好 但不好沒有那麼差 所以在二零一七年拿錢 那個時候 各位不要忘了 就是賴清德來當行政院長 那個月 當時的賴清德 是被所有公務體系認為 他就是後蔡英文時代的接班人 為什麼是八年後的接班人 可是賴清德竟然在二零一九年 出來挑戰蔡英文 所以才會產生了一個 所謂大阿閣 就變成整個英系 跟全部就已經不再指望 而且也不願意讓賴來做接班人 好 那賴清德在二零一七年 九月八號 他要來之前在八月底 就在臺南公告什麼 五缺 缺水缺電缺土地 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鄭文燦才會想說 這溫通 解決工業用地 因為那個時候要歸於返鄉 臺商回來找不到土地 所以這個錢一拿了以後 當時縱然賴清德要辦 也辦不了 所以就變成什麼養案 好 為什麼要養案 這個案是誰的手上 因為二零一七年 這個案他們弄了以後 在二零一八年就送到內政部 送內政部 營建署長是誰 就是現在國土署 不是營建署 國土署 就本來的那個 就是吳欣修 就是臺南是賴清德叫上來 幹署長的 這個案一到今天都沒有過 現在署長還是他 這個案的整個過程 賴清德是一清二楚 所以在二零一八年 因為官商勾結就在這個時候 二零一八年就是檢調 已經hold住了這個過程 吳宗憲告訴我 他扳到連調查官跟連政官 都被他們亂搞 他也辦不下去 那這些議文曝光以後 誰通給鄭文章 就是因為你把議文通給 人在跟你感情 錢財還回去 才又立了一張借據 這不是官商勾結 什麼是官商勾結 所以我雖然幫賴清德按讚 畢竟你敢辦證 就辦證文章 不管動機如何 把黑金掏出來 曬一曬 對臺灣人總是有利 但如果你是用這個 來對付你的政敵 那就不足為辭 我是感覺看你不去 但是這是第一波 他辭了以後 我要跟大家說 你再回想一下 他準備要動他很久了 在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民進黨敗選的時候 就剛剛鳳欣講說桃園 誰那張善政 也贏了 第一時間賴清德出來定調什麼 敗選的最大原因 就是論文跟黑金 那時候就已經把曾文燦鎖定了 你們若然我說我四月就講曾文燦可憐會有事 大家動作我在開玩笑 我真的跟六千張不錯 然後第二波 現在你就要看 很厲害 賴清德最恨的就是你跟蘇貞昌 所以為什麼蘇小惠也跳出來 我跟你說蘇貞昌 你不可以沒事 清德兄要嘛就一次幹 幹到底 你又要預言 未來 未來就他們安插在金融機構 政府單位還有檢警調 這些所有的人 他會一個一個拔 五二零卓榮太上海 我跟他講 過去八年的官商勾結 跟卓內閣無色 你看他在立法院 他休息的時候 他站起來說 你說這樣真好 但是你要辦 如果你不辦 你就是包庇 所以他跟我講 我總執行跟他說 一定會辦 那五二零以後 法務部長 我說你們要不要辦 這些官商勾結 他說一定已經分案在辦 那清德兄 你最理解的臺南是 你身為老市長 去年的三月十四 你回到臺南說 你很痛心 為什麼 因為外面都講 民進黨現在是黑金 然後議員立委 你們腳踏 整個臺南市民都很清楚 這是你說的 所以要求市長立委 議員跟市民道歉 站起來 站起來 但是到現在 你沒有辦一件 你說那個立揚 圖立九十一億 不是你辦的 那是在蔡政府的檢察官辦的 後面還有五百多個案子 你要辦嗎 台南市現在這樣 因為如果你只做人事鬥爭 但沒有實質從這些弊案 官商勾結去做偵辦 那就你就往會 我給你按一個讚 那就你就往會我給你按一個讚